我是舒林 你好我是JC静诚 现场依然有廖潮记博士 我们要关注一下东盟的课题 因为最近我国首相 W3 Ismail Sabri 就说他会和东盟领袖展开讨论 建议使用马来文 作为东盟的第二语言 在国际间加强马来文的使用 但是各方的说词 或者是大家的反应 似乎有一些的不一样 我们请廖博士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他的来龙去脉吧 主要还是在2022年 差不多2月尾的时候 首相在上议院的时候 回答上议院的提问 是否要把马来语 作为我们东盟领袖的 所使用的另外一种语言 当然首相当时的说法是 这个马来语是很流通的 就我们传统的印尼 温莱 新加坡 泰国南部 菲律宾南部 柬埔寨一些地区都在用 所以觉得这个马来语 作为另外一种 东盟的通用语 应该是可以得到建议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当然我们首先 我们的外交部就积极响应 真的很积极 第二天 他差不多第二第三天的时候 他就提到说 我们现在要把我们所有的外交用语 就是用这个马来语 包括外交信函 都正式用马来语 然后在对于各国的情况 在提供相对应的翻译本 但是我就注意到很多网民 在对这个事情上 持着一种不太理性的态度 一方面很多人说 马来我国现在是要进行国际交流吗 你用马来语作为这个外交语言 是不是自我矮化 或者是自我就是封闭呢 其实不是的 你想想看作为一个国家 国家语言是我们最高的 这个语言的这个表达 也表达的是我国的文化 以及我国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那我们也注意到 曾几何时中国对外的这个外交语言是英语 然后后来也改变成是中文 作为他的外交语言 这的确是 从国际的一个情况来看 这的确是表达一个国家民族 自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彰 所以我对于我国外交语言 就是用马来语 那当然是乐观其成的 那当然就涉及到很多人谈说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我国领袖到国际出席 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的时候 用马来语人家听得懂吗 对不对 他说你不应该让其他人 对于你的这个语言存在一种 就听不懂的状况 那我们要倒过来想 那曾几何时日本人在各国的这个领袖 日本领袖在各国聚会的时候 也是用日本语 那各国领袖在干嘛呢 就请翻译 请听这个现场的这个通议 你就发现到 这其实还是一个国家的 自信心的一个表达 那我们马来语 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域用语的话 那各国其实应该要借这个机会 来认识我国 来认识马来语的美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 应该是乐观其成 但是比较有趣的是 这个事情当然是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周期 所以在讨论这个课题上 我们可以多一些的理性 了解一下国际间 他们这些会议 或者他们的这个通用的语言 或者是说我们看到其他的国家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 一般上他们的国家领袖 也是用自己的语言 来发表说辞的 可是呢 要把它成为第二个语言 不只是自己要自己说了算 也要看看其他的国家是否同意 那印尼呢 就有不同的立场了 印尼说呢 他就不支持了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都认为 马来语 跟这个印尼语 似乎有一点相似 然后呢 这个感觉上呢 大家都可以互相理解 但是呢 到底在维护自己国家的语言上 那印尼呢 又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 似乎倾向是拒绝这个建议的 是的 所以你们看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可预期的 一个印尼方的回应 我们说印尼语跟马来语 到底有什么大的差别 你们语言学家就很明确了 印尼语和马来语 可能在文法上有若干相通之处 可是在很多细节上是差异 非常的大的 所以如果你说 这个马来语的来源是印尼语 那马来的这个语言学家 他就不满了 怎么可以说我们的语言是来自印尼语呢 那你也不能倒过来说 印尼语的来源是马来语 印尼语的这个语言学家 可能也就不满意了 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马英两国 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争执 但是我们回头看这个东门的语言 我们有注意到 其实东门一直有一个语言 是叫做工作语言 working language 它不是official language 它是工作语言 它不是官方语言 其实从1967年的时候 东门就已经制定了 它的工作语言是英语 而且在07年的时候 制定东门宪章的时候 是把这个工作语言 写入这个宪章里面的 就说这就是一个工作语言 而不是官方语言 那这很有趣 为什么他们不提官方语言呢 那我想这理由很简单 因为你想想看东门是一个 强调互相尊重 彼此平等 这样的一个东南亚的各国的联盟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使用任何一国自己的国家语言 无论是越南语啊 泰语啊 Takaroy啊 或者是印尼语 或者马来语哦 那都会引起他们各自国家的 这种抗议 对不对 凭什么我们在东门的场合的时候 我们只使用其他国的语言 作为官方用语呢 那就会引起这矮化的可能 也会引起载质这样的一种讨论 那也不符合东门的精神 所以我想当时东门的领袖 是非常的锐智的 就选取了一个非民族语言 就非东门自由的民族语言 用英语 那当然又有另外一个 直接的考量 是作为一个区域上 相对于比较小的一个组织 那你当然希望第一时间 和国际接轨嘛 对不对 所以用英语呢 当然是个很好的折中的方案 所以其实大家到底能不能够 就是到最后呢 达成一个协议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问号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要 再继续的就是说坚持 并且呢在大力的推动 然后可能寻求更多国家 可是我不晓得 其他国家的想法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要寻求更多的支持的话 那你觉得这个部分 对我们来说会得到什么收获呢 除非除了在东斜里面 可能所谓地位比较高 或者是说在形象上呢 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效用之外 它其实还有什么其他的益处吗 其实这个呼声 如果我们翻看历史 它不是第一次 就2015年的时候 当时马来西亚 担任东盟的轮值主席过之后 就已经有提到说 要把马来语作为另外一个 他们不叫官方用语 他们叫工作语言 然后后来17年 刚才晋晨提到的这个前首相纳吉 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忽悠 说是不是也要把马来语提升到 这个另外一个工作语言 但是当时的情况跟现在有点接近 就是没有得到太多东盟领袖的响应 那我想理由就如我刚才提到的东盟领袖 就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默契 任何一个民族语言作为东盟的 另外一个工作语言的话 都会引起 就是东盟内部的成员国之间的不满 或者是那个载质的情况 那当然你说从这个人口上来看 印尼当然是我们东盟的第一大国 接近2亿多的人口 那我们想这个时候 与其谈马来语作为东盟的使用语 要不然我们可以开阔一点谈 就让所有的东盟的民族语言 都成为我们东盟的通行用语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这就回到了东盟的一个基本的 一个互相尊重 彼此平等这样的一个地位 我们有发现到我们其实国家 有很多邻国是我们非常靠近 非常熟悉 好像我们上个时段 有提到这个移工的问题 柬埔寨啊 缅甸啊 印尼啊 还有就是老挝等等的地方 可是我们发现到我们我国 对于这些其他东盟国的语言 基本上无论是人才培训或者是认知 是几乎是很很浅的 而且就是没有的 那东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 他其实应该要担负着 除了我们谈到的这个政治 外交防御安全问题之外 他对内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 民族融合或者是文化交流 这样的一个重重任 如果借着这样的一个提议 不单只是提马来语 应该要把其他的东盟国家的国语 都当成通用语的时候呢 他就变相的鼓励我们东盟各国 都有去学习其他国家语文 这样的一个动力 而且与此同时呢 我们东盟的网站呢 就会形成多语多元开放 这样的一个氛围 嗯 好啦 这语言的本身呢 其实就是一个民族跟一个国家 它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资产 那当全世界不同的国家 都在用不同语言的时候呢 就变成大家就开始显示 各个的影响力 然后各个的这个所谓的统治力 然后呢就搬出说 有多少人在用我们的语言 我们应该以这个语言为主 其实这个角力也是 外交上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不只是你说政治上的影响力 其实这种软实力的影响 也是很重要的 虽然说大家各自用各自的语言 可能会有这个沟通效率的争论 但是呢 相信这个是可以克服的 对不对 就是透过翻译这一方面啦 包括大家互相的学习啦 你怎么看呢 嗯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是乐观其成的 为什么呢 就是好像我们看联合国 目前有六种正式用语 阿拉伯语中文 英文 法文 俄文 还有西班牙语喔 那所有的这个六种语文 相关的那个文件 在联合国官方网页上 都有六种语言的版本 无论是口译啊 笔译啊 包括口头形式 包括包括现场 就是这个时候你就发现 当然会创造大量的就业的机会喔 对于学习这种各自民族语言的人才 那当然会是一个重大的就业的契机喔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 当然你说现在首相要提马来语 作为一个东盟的第二工作语言 应该会有难度的啦 理由我已经说过 但是我们要谈一谈 首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提法 那我我个人观察是这样 就是我们这位首相 因为现在面临着这个内外交困了 对不对 那巫统内部又会对他这个 希望他及早举行这个大选 那我们都知道历任的首相 都会有所谓的政治遗产 或者所谓的Politic Legacy 就是他的政治的一个影响吧 那我们以前有什么Baba Madaka Baba Malaysia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说 这个未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记忆 我们这一任首相呢 或许正是去这样的一个压力 驱使我们的首相去谈说 在他任内的时候 至少他可能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 就是提升了马来语的地位啦 但是我们知道东盟 其实现在有更加迫切的议题要处理 那除了这个乌克兰的危机 东盟各国的表态之外 还有更关键的 当然就是我们邻国 这个缅甸目前的这个状况 但是东盟各国想要继续处理的问题啦 我们稍后来呢 我们再继续谈更多其他的焦点 我们开始隐 roads